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于1月31日举办2019迎新春答谢晚会 庆祝举办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高峰论坛 获得圆满成功 并感谢会员和干部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戴双鸣 和乔务领事陈小义参加了当晚的活动 举办的是迎春答谢 那答谢是答谢一整年下来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得到了成员社团 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也包括媒体的朋友 所以我们借用今天这个机会 答谢各界对美华总的支持 以及特别鸣谢答谢在19日 11月19日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举办的中美建交40周年高峰论坛 以及庆典的这个盛大的活动 做得非常成功 也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但双鸣勉励美华总在新一年继续努力 让会晤工作可持续发展 当晚的活动由美华总常务理事长邵文主持 在中国农历新年快要来临之际 美华总在半岛酒店举行打谢晚宴 感谢美华总成员社团 感谢社会各界 感谢媒体对美华总活动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也借此机会 邀请了美华总的社团的侨领 新老朋友一起相聚 来共同庆祝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 希望我们在新的领域里 社团工作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美华总会长林社潮 林市长蔡成华 监事长顾掩石 带双名副总林市 以及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 高峰论坛活动各组负责人先后致辞 带双名副总林市在致辞中表示 过去的一年对于美华总是重要的一年 特别是通过了会晤章程 为侨团建设树立了样板 感谢美华总所做出的努力 高度评价了美华总举办的 中美建交四十周年高峰论坛 并表示 推动美中关系不能只是口号 要实际参与 对美华总的论坛活动的成功举办 表示祝贺 全美电视台记者参访报道